腾讯体育9月24日序,根据ESPN著名记者Adrian Wojnarowski的报道,其实目前也在寻求和森林牢做交易,他们想要引进几米巴克了。 一名骑士记者转发Adrian Wojnarowski的报道,同时表示,阿文曾在去年休赛期,告诉巴特勒不要去骑士,巴特勒现在下加一分知识对交易最快在两天内达成。 巴特勒和阿文巴特勒再早些时候请求球队交易走他。 根据最新报道,森林郎老板已经告知球队主帅系博度,尽快完成巴特勒的交易。 目前,森林郎方面正专注于交易走巴特勒,多知NBA球队有意和森林郎做交易,其中包括骑士,骑士曾在2017年休赛期追求过巴特勒,不过阿文当时告诉巴特勒,不要去骑士。 网友在推特上写道,现在另一支球队也加入了追逐吉米巴特勒的行列。 骑士,当地时间周五,骑士老板丹吉尔伯托曾和格伦泰勒进行私下交谈,这两位老板都曾参约了佛和维坚斯的交易。 随后,骑士记者周五,转发了这一报道,同时写道,阿文曾在2016-17战季结束后告诉巴特勒,不要去骑士。 当时,巴特勒还在芝加哥公牛,彼时的公牛想要开始重建工作,最终他们将巴特勒交易到了森林郎。 骑士那时候曾是有意引进巴特勒的球队之一,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留住詹姆斯,在演员失败后的几个星期,欧文突然请求骑士交易自己。 去年八月份,欧文被交易至凯尔特人,而在今年休萨期,詹姆斯离开骑士转头胡人。 如今的骑士同样面临重建,在詹姆斯离开后,他们需要填补他留下的空缺,虽然巴特勒大概率会在名下跳出合同,但骑士方面仍想努力追赎他,以让自身更具竞争力,上赛季。 巴特勒场均贡献22.2分,5.3个篮板4.9次助攻1.97个抢段,在为森林郎出战的59场比赛中,他经常上演关键表现。 在他的帮助下,森林郎成功打入季后赛,封清阳。